打开门就是打开户外的想象力 穿薄熙和冲锋衣 在城市里冲锋 奔赴风的邀约 在山林里徒步 探寻山的召唤 在自然里 自然的喧嚣也很动听 翻过一座山 探寻另处景色 这里没有挂念的烦恼 只有天上挂着的繁星 为我们指引着方向 无论你在哪里 在做什么 自然都会诚挚地邀请 每一个附约人 与薄熙和一起奔赴自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